根据卫福部国健署统计 肺癌已经列举古人死亡的癌症第一名 这都是因为早期没有征兆 发现的时候都已经到了第四期 不过现在有个新疗法 即便是第四期的病患 也有高达五成的治愈几率 肺脏上的恶性肿瘤 容易透过体内循环系统 转移到肝脏脑部等其他器官 这就是所谓的肺癌第四期 等到长到某一个程度以后 它就会开始增生 增生那可能就是有一些少数的部分的 一些细胞就脱离了这个肿瘤的部分 就沿着我们的淋巴 沿着我们的血循环就跑到 跑到肺脏以外的其他地方 无论是手术 切除肿瘤 或者标靶药物以及化疗成效都很有限 目前可以透过光动力治疗 配合传统疗法 扩展到肋膜第四期的肺癌 因为使用手术难以根除癌细胞 如果注射到这个光致敏剂 让它附着在癌细胞上面之后 再使用可见光的红光 就可以顺利杀死癌细胞 首先得将光致敏剂吸射后 注入患者体内 等待24到48小时 让全身细胞吸收 这段期间 正常细胞会将药剂代谢掉 只积存在癌细胞上头 之后再利用光纤摊入体内 癌细胞在红光照射下 会呈现荧光色 持续照射一二十分钟 就能破坏细胞纤粒体 达到治疗目的 麻烦就是皮肤摊位会吸收 我们太阳光 各种光波都有 如果你给它照射到太阳光的话 它就会产生很厉害的 像灼伤的 晒伤灼伤的这个现象 所以像这种 这类的药物的治疗的 治疗的限制是说 它必须要避光 使用光动力治疗晚期肺癌患者 能降低局部复发几率 平均存活率提高到五成 但仅限光纤能穿入的脏气 才能适用 世界医学行之大典提醒您 找出病灶及找寻求专业协助 才不会错过黄金治疗期